我們繼續來做練習 兩個各位兩歐姆、一歐姆串聯 接在這上面 然後幼途所示 然後一歐姆是兩安培 請問兩歐姆多少 然後請問你電池每分鐘提供多少 好 這個就是 他給了我一歐姆的東西 問我兩歐姆的東東 那你就要曉得一些並聯跟串聯的關係 好串聯的關係 因為電能的公式 I平方乘以R 除以乘以T 我為什麼用這個公式 因為這裡面有電流有電阻 可是沒有電壓 所以我用這個公式算 那串聯的時候大家的電流都一樣 所以一歐姆兩安培 兩歐姆也是兩安培 所以呢 兩安培 兩歐姆 一秒鐘 一秒鐘 往裡面塞 就八交二 解決 八交二解決 好 接下來 他問我電池每分鐘提供多少 你有兩種處理方式 第一種 看 或者三種處理方式 第一種看電池 電池沒有電子 所以要帶那個IR跟V的公式 然後去TR的公式去算電池 第二個算法 外面的兩歐姆跟一歐姆合在一起 所謂的總電子 用總電子 用總電量 總電流 去算總消耗 那麼電池的提供跟總消耗 第二個算法 第三個算法 去算兩歐姆 算一次 一歐姆 算一次 再把它怎樣 加起來 剛才不一定算個兩歐姆的嗎 對不對 比他慢 算個一歐姆的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 這也是個方法 看你要怎麼想都可以 到底都可以 好 我說過了 那 這是我剛才 這是我剛才講的第二個想法 所謂的總電壓 總電流 總電池 算總消耗 總消耗就是所謂的總提供 OK 第二就是 分開算 加起來 那現在為了要複習電路的 以前的觀念 什麼B年串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用的 第一個方法 我們算總 總 然後呢 V的IR 兩邊的電壓 所以一歐姆的電壓是兩伏特 兩歐姆的電壓是四伏特 所以呢 串聯是要相加 所以總電壓幾伏特 六伏特 總電壓六伏特 然後呢 總電流還是兩安培嘛 串聯大家都一樣嘛 所以你有總電流 兩安培 總電壓 六伏特 帶進去 叭叭叭叭叭叭 其實你 這樣做其實你也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算總電阻嘛 然後用總電流總電阻去做也可以嘛 那什麼 I-Van-Tree R-X-E-T也可以做嘛 不用這樣做也可以 反正想法很多嘛 我講過了 電磁學的做法都很多種做嘛 720焦了 結束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換你 6歐姆 3歐姆 串聯 接9伏特 這題是有告訴你 我總共是9伏特 然後請問你 電池每分鐘提供多少 然後再問你 3歐姆 消耗多少 看還是先算2歐姆 再算電池 先問電池 再算 3歐姆 因為這題 唯有給電池的電壓 我應該可以直接算出來 電池的提供多少 電池每秒鐘 多大呢 電池每秒鐘提供多少 你覺得可以怎麼做呢 你覺得可以怎麼做呢 好 它應該是多少呢 來 來 我們 找 可愛的小女生 可愛的小女生 有嗎 有 3號 3 1公 你有講話嗎 9 你答案9 您說 你的答案叫做9 來 公式 V平方數以下乘1T 為什麼 因為有電壓有電阻 有時間 那麼總電壓9伏特 總電阻呢 6加3嘛 串連要加起來 以前學過的嘛 所以呢 時間一秒鐘 來進去 9加2 9加2 解決了 這其實還是說的 這其實還是算的是 外面的總電阻的消耗 可是總消耗等於 總提供嘛 OK 好 你實際上 你有電阻的 算算都是外面的消耗的 外面的消耗的 但是因為總消耗等於 總提供 所以就拿過來用可以了 那一分鐘 3歐姆多少勒 那你 方 你只有電阻算不出來對不對 你公式裡面除了電阻算還需要什麼 電流或者是 電壓嘛 所以就顯然你需要 找什麼 找3歐姆的電壓 或者是3歐姆的 電流 如果你數學很好 很會用比的方法的話 算電壓比較快 算電壓比較快 可是算電流也不會換多少啦 因為電流都有了 電壓也有了 算總電流 算流都一樣嘛 也容易算出來 所以顯然你需要算出電流或者是電壓 你才有辦法帶到公司裡面去求 OK 那這是以前的題目啊 這個算電流電壓是 古時候的上學期的題目啊 我們要找一位大帥哥是嗎 找一位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26 26也不在 你拿那麼多人不在 24 多少 16200 是嗎 你說16200嗎 他說什麼 去哪個1620 請說 你不會數個十百千萬 商務母要算出電流或電壓才能帶到公司裡求 才能帶到公司裡求 所以你要算電流或算電壓 你要算什麼 隨你啊 開心就好 那因為串連電流都一樣 所以我用電流算 算電流算 那就是 總電流嘛 等於分電流嘛 那 總電流要用總電壓跟 總電阻嘛 所以總電壓九福特嘛 總電阻加起來就好了 九歐姆嘛 所以總電流叫做 一安培嘛 然後總電流一安培就表示通過六歐姆的也是一安培 三歐姆的也是一安培嘛 你帶進來啊 一安培嘛 三歐姆嘛 那記得啊 要換成秒鐘啊 60秒嘛 所以 一來八十 一來八動 一來八就交了 那就這樣做 OK 那就是 比剛才哪一點 因為有兩個 剛才只有一個 剛才只有一個 現在有兩個 但是呢 用到一些 以前 教過的 串連跟並齡的公式跟想法 這就是我們的 練習十九 OK